今天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洋 是由122浮世生产储泄油装置在青岛完成船体建造 这里是青岛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 经过17个月的建造 这个集园由生产、存储、外出等功能与一体的海上油气加工厂的船体主结构完工 进入总装集成阶段 海洋石油122由船体和甲板上的功能模块组成 最大直径约90米 主甲板面积相当于13个标准篮球场 最大排水量达10万吨 最大储油量达6万吨 可连续在海上运行15年不回物 海洋石油122采用新型的圆筒型结构设计 相对于传统的船型结构 具有了刚才用量少整体稳性好 抵御恶劣海矿的能力强等特点 有效提升经济适用性 为适应恶劣海矿 海洋石油122船体采用了双层底设计 由123个分段组成 包括41个独立舱室 总重达27000吨 由于船体均为异形分段 各分段重心安装等相互制约 船体核龙后 主尺寸公差需要控制到25毫米以内 对空间规划 设备管线布置 精度控制等提出挑战 项目团队攻克了台风海矿下的 生产装备的系统设计 以及高精度建造的一系列难题 成功地掌握了 八项关键核心建造技术 那么也是创新地采用了 三维模拟搭载等数字化的手段 实现了船体核龙 一次成功就位率达到100% 尺寸公差不超过6毫米 精度控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海洋石油122下一步 将进入总装集成阶段 明年建成后 将服役于珠江口盆地的流花油田 为我国深水油气田经济高效开发 提供全新选择 这个圆桶型的海上油气加工厂 被工人们亲切地称为超级能源碗 下面我们一起走近它 我现在就在超级能源碗的底座上 大家可以看到我脚下这一排大齿轮 就像裙边一样 就是它们让这艘圆形大船 能够平稳地屹立在深海之上 那这个超级能源碗体型巨大 需要近300人才能够环抱一圈 那它里面又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哎呦 这个太软了 这个汤特别的小 非常小 外面注意脚下 好 摄像老师能看清我吗 我现在是来到了超级能源碗的碗底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纵深很高 有33米 相当于近12层楼高 我这爬上爬下 现在是终于来到了一个新的格子里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它的布局很像一个风潮一样 那工作人员告诉我 这里其实我已经是进入到了 超级能源碗的主体部分 舱室 像我们这样的舱室呢 有41个 它们大小不一 功能各一 分别承担着压载 乘除 等供碗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呢 是我们的主油舱 未来我们油田生产的这个原油啊 就会储存到这里 把这里的都会出满 如果满载的话 是六碗方 相当于28个标准游泳池 我在这里面走了这一圈 是能够明显地感受到 这的空间是非常的狭小的 而且很多舱室就像迷宫一样 非常的绕 那在这样的环境下 是如何施工作业的呢 那其实秘诀啊 就在这张小卡片里 大家看啊 这可不是一张普通的公卡 它里面是搭载了智能定位系统 有了它现在外面的大屏幕 此时此刻就能够实时地 精准定位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那通过它呀 我们就能够对现场的 施工作业人员 进行一个实时的动态追踪 来确保大家的安全 建造这个超级能源碗 是一个硬核的大工程 但其实里面也藏着 不少细致的慢功夫 那现场是需要非常多 人力作业的 而且精细化程度是很高的 但是您看 在这样一个受限的空间里作业啊 其实作业难度是非常大的 哎 哎 师傅 咱这爬上爬下太不容易了 现在是在做啥工作这 现在是在关键位置的 进行疲劳今天打磨 那一天可以磨多少米呀 就磨20厘米 20厘米 对 整个需要有多少要磨 针对这个关键位置的话 整个船有近近400米的一个位置 这么长就用这么一个小轮在这 对 这个小轮在打磨 才能保证这个关键位置的结构强度和使用寿命 这样的焊缝就是打磨完毕的焊缝 检测是否和和用这样的专用的卡板来贴到焊缝上 若是一毫米的钢丝穿不过去 就视为合格 眼下这个超级能源碗的船体主结构已经完工 进入了总装集成阶段 不久后我们就能看到它威然入海 带着大国工程的气魄和精益求精的雕琢 化作鼓鼓而出的油气 兑现能源强国的蒸蒸誓言